大家好,2023年4月7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573期时间消息 请进您介绍话题 3月1日,四川省乐山法院判决了一起烂罚林木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三名被告人吴震采罚并出售林木 共计木材76.72吨,非法获利3.9万元 本来是普通案件 但乐山市法院引入了双碳修复理念 引导三名被告人 从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有限公司 认购林业碳汇30吨,然后获得缓刑 3月12日,湖北媒体也报道了类似的判罚 襄阳一起非法采罚案 罪犯购买碳汇之后得到缓刑 杜公,为什么购买碳汇可以缓刑 不太严重的刑事案件 积极赔偿受害人获得谅解 是符合缓刑条件的 这种破坏环境的案件 受害者是整个生态 所以法院指定了环境交易所代表受害者 量化计算了修复环境的物质代价 负责收钱提供量解 具体来说,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明确提出 要大力增加森林碳汇 所谓增加碳汇就是植树造林 利用植物的光合作用吸取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降低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 2022年6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 关于审理森林资源民事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文件规定,针对森林资源的侵权责任 当事人可以通过认购经核证的林业探汇方式 替代旅行森林生态环境损害补偿 之后全国各地都试行了这种以探补偿的谅解方案 目前来看,南方地区落实比较多 四川重庆的案例尤其多 所以乐山法院会根据探汇的购买额度决定缓行 回到乐山这起案子 法院判决,犯罪者要支付三笔钱 第一笔是罚金1.4万,由法院上九国库 第二笔是植被恢复费用 给园林绿化公司按照非法砍伐的树木数量 原地或者异地补植树苗 当然想省钱的话 也可以自己买树苗自己种 只要成活率达标就行 第三笔是购买碳汇的费用 及购买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去年发布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提出 被砍伐的成材树部和补植的幼苗相比 在一定时间内固定二氧化碳的能力有差距 所以违法砍树之后 要到碳汇项目购买二氧化碳减排量 补足差额 一旦有了标准 补偿方案就有了通用性 不只是用于违法砍树的补偿 其他和碳相关的事件 也可以拿出同一个标准 比如说去年11月 一起规模很小的森林失火案件 一开始根据过火面积 计算了种树苗的生态修复费用 364.5元 检察院不认可 认为39颗树苗 在生态方面抵偿不了39颗已经成年的松树 所以检察院就引用了林业碳汇量计算标准 把损失算成了38吨二氧化碳 按照当时的碳价 换算成人民币是3450元 以后只要是破坏了自然质备 除了要罚款 要补偿木材的财产损失之外 还要按照类似的标准去交易所买碳汇 那碳汇的价格是怎么确定的 是根据温室气体排放权确定的 京都议定书要求人类控制六种温室气体 二氧化碳 甲烷 氧化鸭 氢浮化合物 全浮化合物 六氟化硫 其中二氧化碳最多 所以都要折算成二氧化碳的排放等位 中国也是京都议定书的签字罗 2012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出文件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随后在七个发达城市 开展了碳排放权的交易试点 2015年 国家自愿减排交易信息平台正式上线 根据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各种降低碳排放的行为都可以登记 比如说可再生能源发电 比如说采取措施 让牧场里的牛减少了排放甲烷 值数道理当然也算 中国自己合证过的资源减排链 简称CCER 但是预行两年之后 由于交易量小 项目不规范 2017年 国家发改委暂停了各方面的合证申请 2018年5月 存量的CCER交易重启 但是增量的项目备案申请一直不开放 2021年7月16日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交易 现在的碳价是每吨56元 但是这个价格的合理性是有问题的 因为交易太少了 刚刚过去的3月份 碳排放量交易比2月份增长了好几倍 总的交易额也只有130万吨 总成交额不到7亿 对于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来说 这一点交易量 就像菜市场上只有两三个碳位 一两个买价 几乎不可能形成稳定的价格共识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 几乎每一个行业都有碳排放 为什么每个月的碳排放交易额 只有几亿人民币 目前只有发电一个行业 进入了全国碳市场 但是中国最主要的发电方式 就是烧煤发电 财经杂志发表的中国上市公司 碳排放排行榜2022显示 中国碳排放强度前十的企业 几乎都在电力行业 所以就算只有发电一个行业 也不至于每个月交易量 还不如一个二流的手机游戏 真正的问题是 现在绝大多数碳排放 不需要先满配额再排放 大多数配额都是根据历史排放量 和技术标准直接分出去的 只有不够用的发电企业 才会找其他企业卖配额 发电行业都是大资本 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了 历史排放量计算也比较精确 所以只有少数企业需要微调配额 才会去市场上交易 更进一步说 现有的配额甚至不是分配好之后再用的 因为碳市场不成熟 监管水平较差 国家掌握的碳排放数据并不可靠 一直到现在 中国的碳排放配额 还是用事后分配的方式发放 今年3月15日 生态环境部刚刚发布了 2021年和2022年的配额方案 这种事后打补丁的管理模式 自然就消灭了大多数企业 去市场上购买碳排放量的需求 能有每个月几亿的交易额 已经算是企业遵纪收法给国家面子 今年人大会议已经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 电力等行业碳排放量核算 应该采用烟道直接测量 保证报告的一吨 即为排放的一吨 实现碳排放的实施报告 管理公门也承认 将来要改成预先分配额度的管理办法 但是改革还看不到前景 所以现在市场化的碳交易额很低 八店这个最大的碳排放行业 没有充分市场化 说明环保工作的量化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形势 因为我们甚至不能要砍数的林业碳排放 和电厂的烧煤碳排放直接交易 一物一物也不行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 既然将来早晚有市场化 中国就一定会在大购买市场交易的基础上 形成新的价格 和当前的价格多半会有明显差异 大宗商品一旦有了价格差异 就一定有套利空间 无论是直接利用套利机会 还是培养套利渠道 准备在出现机会的时候第一时间分红 都能产生天文数字的利润 眼下利用套利机会的机构 首先是地方政府 2021年5月 人民银行印发了 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 每季度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贷款投放 绿色债券投资形态进行评价 并将评价结果纳入了人民银行金融机构评级工具 这让一些缺乏资金又想上项目的地方政府 看到了新的融资渠道 比如说去年12月1日 江西宜春市铜骨县和国泰军安证券成功签订了 江西省首笔千万级离液态会交易协议 项目涉及了造林面积是4.4万部 第一个监测器内预估产生50万等等减排链 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价值是2500万元左右 铜骨县以碳排放交易为还款担保 获批了首笔贷款800万 但在地方政府之前 大资本集团反应肯定更迅速 已经开始动手了 最著名的是阿里奇的蚂蚁集团 蚂蚁集团全资空股的上海云新公司在2018年1月 入股了天津泰盘放权交易所 成为并列的第一大股东 实股是43.82% 同时云新公司也是北京绿色交易所的第二大股东 占过16% 这两家都是前面提到的国家首批试点碳排放交易所 既然说到阿里集团的碳交易项目 如果你经常骑购小单车 肯定知道蚂蚁森林的功能 这是蚂蚁集团为赚钱做的准备吗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现在的蚂蚁森林是一个鼓励低碳行为的网络应用 用户根据相关规则进行一些低碳行为 比如说不开车 骑共享车 就可以在蚂蚁森林里面获得能量 这些能量积攒到一定的数字 就可以在蚂蚁森林小程序里面种一棵虚拟的树 而用户每种一棵虚拟的树 蚂蚁森林就会在荒漠化防治地区对应种一棵真正的树 根据今年年初的最新数据 蚂蚁森林的植树造林面积已经超过了1000万部 碳交易权概念出现之后 很多人认为 蚂蚁森林项目是给阿里集团攒碳交易的筹码 2021年有一篇流传很广的自媒体文章 说蚂蚁森林的排放指标最终都卖给了中污染企业 帮助他们污染环境 而蚂蚁集团到法院起诉 胜诉之后要求自媒体删除文章 道歉并赔偿损失亿元人民币 之后蚂蚁集团主动向媒体表示 蚂蚁森林迄今为止未参与过碳汇交易 项目是公益倡导 不涉及利益 目前用户低碳行为产生的绿色能量 不能参与任何碳交易 也无法用来抵徒其他企业的碳排放 蚂蚁森林这个声明应该是真心的 因为按照当前的碳排放价格 上千万亩森林也赚不了几个钱 一般估计在北方的荒漠化地区 一千万亩树林 最多是每年几百万吨的碳汇 如果按照交易所的56元一吨排放量计算 就算是利用率百分之百 也就是几亿人民币 为这么一点钱 卖到阿里公益的名上很不值 但是在商言商 阿里集团的任何行为 都不可能完全脱离赚钱 蚂蚁森林项目最重要的效果 是培养的用户对于绿色金融的使用习惯 请进行读一下 环保部2020年发布的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 第20条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交易产品 为碳排放配额 生态环境部可以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适时增加其他交易产品 第21条 重点排放单位 以及符合国家有关交易规则的机构和个人 是国家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交易主体 虽然现在个人和普通企业 不能随便去做碳交易 但从大方向看 只要人类对气候变化的认识 没有根本变化 碳交易市场早晚会有类似于 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的交易模式 甚至还要更普及 因为普通人不一定要炒股 但一定有办法通过低碳生活拿到一些排放配额的零钱 国家为了鼓励个人低碳生活 必然要鼓励这些配额进入市场 到时候蚂蚁森林凭借自己的拥护优势和使用习惯 就可以代表散户进行交易 成为最大也是最赚钱的碳市场券商 和这个未来预期相比 眼下的这点数免费送给社会 可以看作廉价的广告投入 碳排放会影响全球气候 全世界要一起承担气候变化的威胁 所以必然是全人类来一起组织碳交易市场 约束总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中国市场上的碳交易配额 要得到世界各国认可才有价值 中国人手里的碳排放配额 要怎么样才能拿到全世界交易 在美国和欧洲 世界上已经有了两个碳贸易的跨国中心 首先是美国洲际交易所 ICE掌握了全球60%的碳排放权 90%的欧洲碳排放权 2020年的成交额达到了全球交易所的88% 在洲际交易所不仅可以买卖现货和期货 还有互换和期权等交易产品 欧盟 英国 加州和美国的区域 温室气体减排行动配额都可以交易 跌多种多样的配额 说明国际的碳市场正在形成 但也有相互融合形成统一价格的问题 此外还有欧洲能源交易所 是德意志交易集团的全资总公司 今年2月21日 欧盟基准碳配额主力期货合约价格 首次突破了每吨100欧元 达到了历史高点 之后有所回落 还是维持的高位 这是因为去年12月 欧盟确定了新的碳市场减排目标 到2030年需要减排62% 为了避免欧盟之外的国家逃避减排压力 欧盟预计将在几个月之内立法 逐步落实碳关税 以后水泥 铝钢铁 这一类碳排放量较高的产品 向欧盟出口 需要支付和欧盟碳价挂钩的CBAM证书费用 所以欧盟内部的配额存量越来越紧缺 和欧洲每吨100欧元的价格相比 中国眼下每吨的碳排放量价格只有五六十人民币 中国早晚要和欧洲谈判解决差价问题 统一市场交易 如果只看中国和欧盟的贸易 这可能会增加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 但毕竟中国现在也是新能源大国了 会用其他的方式来抵消碳配额的成本 同时也相对那些新能源基础较差的国家获得优势 所以中国正在逐步转向支持碳排放量的市场化交易 支持跨国统一价格交易 2021年的338期节目 我们作为一个预言 现在可以回顾一下 2007年 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提出碳关税概念 当时中国表示坚决反对 因为发达国家之前经历了上百年的廉价能源发展阶段 而中国当时还没有完成工业化 更没有找到替代煤炭和石油的新能源 所以不愿意接受发达国家的关门政策 但是发展了十几年之后 一方面中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 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 另一方面中国在新能源领域也占据了产业制高点 其他国家要替代煤炭和石油 无论是靠太阳能还是锋利发电 中国都能大量出售技术设备 所以中国现在开始全面支持碳税方案 预计会在十年份分别向美国欧洲日本完成具体条款的谈判 有了中国这个前所未有的工业国支持 全球碳税联盟估计很快就会形成 这意味着现在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国家 如果还想出口商品向工业国换物资换技术 就不可能再走先污染再治理的原始积累经典路线 也不太可能像过去的日本中国韩国那样 接收发达国家的落后产能和淘汰设备提升本国的技术水平 因为在碳关税政策打击下 现有工业国淘汰的高耗能生产线 可能根本造不出符合发达国家市场要求的商品 从国际上来看 碳关税也许对新兴的工业国家产生了一定压力 但是在全球气候巨变的压力下 如果没有碳关税 恐怕现有的工业国就需要联合派兵去第三世界 强行关闭各国的煤矿和小炼油厂 无论是被海平面上升淹没 还是被工业国的军队占领 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 都是比碳关税更可怕的事情 所以最好还是各国建立统一的碳排放市场 用碳关税来约束生产秩序 刚刚过去的3月30日 环保部发出了一份全国性文件 公开征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建议 请进行帮我读一段 为高质量建设好全国统一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 我不将建立完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体系 全面提升方法学的科学性 适用性和合理性 现象全社会公开征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建议 所建议方法学及额外性论证要求 应当清晰可操作 便于审定于核查 并确保案例项目活动产生的减排量 真实、准确、保守 鼓励对减排效果明显 社会期待高、技术争议小、数据质量可靠 社会和生态效益兼具的行业和领域 提出方法学建议 其额外性可免于论证或简化论证 不能对现有法律法规规定等 有强制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行业和领域 提出方法学建议 方法学建议材料 请于2023年4月30日前 通过电子邮件方式报送额部 一般认为这份文件说明 2017年暂停的全国增量碳交易即将重启 有兴趣影响中国 乃至国际政策的观众 可以试着给中国环保部做导师了 一个繁荣的市场 必须有足够的供给才能进行交易 杜公你前面也提到了 蚂蚁森林种了上千万亩的树 在中国当前定价下 只能产生几亿元的碳汇利润 将来如果全世界的企业 都来购买碳排放权 那么谁来负责创造碳排放权 种树的碳汇利润低 主要原因在于地质学 人类现有的碳排放量 主要来自于化石燃烧的燃烧 无论是石油还是煤炭 都是几百万年 甚至是上千万年 积累的生物碳型资源 工业革命到现在不到250年 世界煤炭粘产量 已经超过了80亿吨 我们在几代人时间内 就把几百万年积累的碳元 所挖出来烧掉 送进大气 仅仅从理论上来说 这肯定不是几年内 种几颗树苗 就能有效缓解的事情 所谓解决方案显而易见 既然我们从地层里面 挖了太多的碳元素 既然想避免大气里面的碳元素太多 想保持稳定的气候 那就必须把碳元素 重新塞进地下 这就是碳补货与封存技术 比如说挪威正在准备 建造的二氧化碳墓地项目 代号北极光 世界上第一个跨境 二氧化碳运输存储设施 由挪威国家石油公司 法国道大尔 以及英和的俏盘石油公司 合作开发 他们要到挪威西部的 鳄鱼加伦岛挖洞 接入北海油田的剩余测试 把液态二氧化碳 注入地下2600米的盐水层 永久封存 北极光项目预计 初期每年要处理 150万吨的二氧化碳 长期目标是每年储存 1000到2000万吨的二氧化碳 按照现在的欧洲碳汇价格 这就是每年300亿人民币的 经业额 欧洲第一个大工程 补化二氧化碳工厂 设在荷兰 预计2025年全面运行 在荷兰和挪威之间 运输二氧化碳的工具 是两艘7500立方的 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 船都是日本川崎 去年12月 川崎和挪威方面 签订了租商合同 项目已经进入了 实质性的运行阶段 这两艘运输船是中国生产的 其中二氧化碳液体护舱 需要690兆帕及低温钢 由安钢集团自主研制 突破了之前 所有液体船舱的指标 具体的造船公司 设大连造船厂 去年11月21日开工 为了体验环保 二氧化碳船 还应用了 睡前效益293期 介绍的转子风帆 和气泡检阻两项创新技术 大幅降低了 本身的排放水平 今年3月19日 我国的朱家口 也开始建设 第一口海上爱尔化碳回注井 预计封存爱尔化碳 150万顿 相当于直数1400万克 这才是用地质学的方式 去解决地质学的问题 以上说的碳交易碳捕捉 似乎很科幻 距离普通人的生活有多远 但是作为河北人 作为马科长的老乡 我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 因为他提供了量化的环保指标 用吨位量化了环保问题 用价格量化了环保成本 还有常态化的交易市场 来分配环保压力 在市场环境下 碳排放权的价格 虽然起起落落 但依然是一个 可计算可预测的成本 企业能够承受这个成本 就可以放军疫情 承受不了环保成本 就应该逐步退出行业 不用担心遇到行政化的命令 直接关闭 也不用担心 刚刚贷款上了新产品 就被一刀切在运动上 整个打断生产 连在成千上万人一起失业 21日一期 我们聊过地方政府 年底冲环保指标的例子 这不仅仅是河北 或者山河四省的问题 为了应付2020年底的 节省减排任务 在中国报业市场 破了历史记录的2020年11月 义务市政府 强行关闭了本地一部分工厂 甚至连路灯都关了 结果就是企业自备发电机 到外地去摆柴油维持生产 从全国来看 这种形式主义 既浪费了生产成本 总的排放数量也增加了 就是为了避免 类似的问题再发生 我们才必须建设 全国乃至全世界的 碳排放权大市场 把主要的环保压力 都折算成能源成本 折算到企业生产的 每一个环节 让市场去分配环保压力 让中国人拥有 稳定且不折腾的 现代化生活 573期睡前消息 到此结束 提醒观众 文字内容随后发在 睡前消息编辑部的公众号 节目视频同步的 微博睡前视频基地发布 我们周日再见